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徐荣江 引发正义的台大彰化 万人血清研究报告 现在被发现疑点重重 包括研究目的到底是为了健康 还是要打脸防疫政策呢 而且研究经费还是来自科技部 还有劳动部 但是这科技部说早在疫情发生前 就补助相关的健康计划 并没有包含血清抗抵调查的内容 所以台大公卫所跟彰化县 是在搞什么计划呢 有对外宣称今天要公布 后来喊咖 那如果这项研究 真的发现疫情严重了 那不是应该要优先提供政府防范因应吗 怎么会是对民众公布呢 难道这项计划背后隐藏什么阴谋吗 尤其抽血检验 有没有告知民众目的 有没有取得同意 那如果没有 是不是违法呢 彰化县卫生局无法无天吗 连民间的筛检学会都在同一个地址 说要负全责的彰化县长王惠美 要怎么负责呢 那蓝营的前卫生署长说 难道普筛的国家都是傻瓜吗 现在德国要取消入境普筛政策了 那国民党还想借疫情打绿不成 现在自家后院反而失火吗 江启臣现在是不是拎不出党中央 那马英九狂打小英 说不认九二带来危险 还有其他人也在帮枪 说现在是战围兵凶 可能是823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中国官媒却说 绝不希望台海在这个时候爆发战争 所以到底是谁在制造紧张 谁一直在宣传军演 蓝营看不懂吗 还是在帮中国在恐吓台湾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在我右手边立委是 民进党立委张瑞雄 还有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还有财经专家许金黄 再来是国民党温存副主委黄子哲 主委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议媒体员陈品凤 还有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先来看万人血清研究报告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今天说 之前已经引发很多争议了 那现在又盖牌导致争议 实在没必要 就算不能公布 也应该要说清楚原因 那对此台大工卫教授陈秀希说 报告都已经完成了 不是不公布 是在等同侪审查 台大工卫学院和彰化线合作的 武汉肺炎万人血清研究 原定周四就要先给其中报告 却临时喊咖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再度喊话 要研究者该说清楚 陈时中强调就算不能公开 也应该说明原因 这项计划现在还传出 给受册者的同意书 并没有写清楚是研究计划 遭检举可能违反 整体研究法 收到一些相关的检举 那我们会就检举的事实 如果说想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一个证据 我们会去调查 但对基本上对IRV的一个 进行的程序 这个基本的调查 我们是会做的 研究者既然已经事先 不断的在说明这件事情 那应该要公开了 因为前端已经引发社会 很多的讨论跟争议 那反而现在来盖牌 让社会更多的争议跟讨论 那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报告其实都已经写完了 那因为要经过同台证查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思考 要如何透过这些 审查的程序来完备 好我们看到 就是台大公委所跟彰化县府 所共同进行的 万人血清研究报告 现在引发争议 陈时中就说啊 你现在盖牌实在没有必要啊 所以你能公布就要公布嘛 免得让外界这个会紧张啊 那再来我们看到 台大公委院长正手下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检测资料 其实是太学术 那学界讨论比较适合 所以是不是缩回去了呢 因为你这个报告 如果真的是公布 对民众到底有多少的帮助 那你就让外界好奇 究竟你的研究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健康呢 那如果真的是为了健康 是不是应该要优先提供给 这个防疫指挥中心呢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再来就是现在外界讨论的 经费问题 要请教亲黄了 这个经费到底是怎么样呢 因为之前传出 包括科技部 有来自他们的补助 那科技部就说 这补助是为了一个健康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当中呢 是没有包含血清的 这个抗体体 这个调查的 那再来还有劳动部的部分 那劳动部长许明春就说了 张化县府没有经过核定 就自己办这个采购案 不排除 七月就要停止 经费的补助 所以到底他们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没有错 因为讲到钱的事情 就会特别的敏感 但是在这里面 讲到钱的事情呢 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觉得莫名其妙呢 因为一开始第一时间 大家认为说 这个出钱跟处理预算的 应该是由台大公卫学院 跟这个张化县政府卫生局 两个方面嘛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 台大公卫学院的全院长 沾长权就出来告你说 这个计划呢 这个科技部也有出一部分的钱 然后还有些台大公卫学院 出了其他的钱 但是他讲完了之后呢 张化县政府等于说 做另外一种切割 说这是台大公卫学院的事情 然后台大公卫学院就说 这是科技部出的钱 讲完了这句话之后 科技部马上发了一份 这个新闻稿出来 告诉大家说 关于万人血清检测 再讲一次 万人血清抗理检测 这件事情 这个科技部是没有出钱的 他出的是其他的 跟三年张化相关健康的 一些事项有关的钱 不是这个万人血清 抗理检测的部分 那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他们又说 这个台大公卫学院又说 教育部也有出一些钱 好像又要再找到教育部去 但这件事情最妙的是什么呢 今天你会看到 张化县县长王卫美 出来告诉你说 这个相关检测媒体上面传的 650亿掉到谁的口袋 他不知道了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他还是支持张化县卫生局 但我请问各位 这样踢了一圈皮球 踢下来之后 我请问一下 你听得出来 到底是谁要负责 到底是谁要出钱吗 听不出来吗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只问一件事情 你今天张化县政府卫生局 跟台大公卫学院 所合作的万人血清抗理的检测 这整个大计划 你的大计划到底是谁 由谁来出钱 而且到底用什么样的程序 跟名义来做进行 所以这件事情 一往下查之后 大家就觉得更诡异了 为什么更诡异呢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这个台大 同样是公卫学院的教授 叫做纪伟珠 这位纪伟珠教授 他在脸书上 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 他说这个已经不止一位好友猜测 是否张化先以卫生局的行政权进行万人血清抗底跟入境鼻腔核酸的检测 然后自己再由自己跟任何学术机构比照健保资料库存档 存完了之后呢 之后再来申请回溯研究 再回来再来做研究 还可以这样子 这等于是另外一种先惨后臭嘛 然后呢 他说这样子的做法 你有没有经过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你会不会合于诚信原则 这一位纪伟珠教授丢了这样的质询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迹象的资料 哪些迹象的资料呢 第一个是各位去想一下 在之前我们就有看到 有医护 彰化线的医护提出来说 为什么突然要筛检彰化境内医护 有没有感染肺结核 而且抽了两管血 做了皮下测试 然后要他们去做了X光 但是他们的疑惑是在于说 以往不要的话 不是可以写不同意书吗 为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拒绝的潜力呢 这个不同意书到底在哪里呢 对于这些彰化的基层医护来说 你不是等于强迫要我们要做检测吗 可是你编列的 或是说你用的名义叫做肺结核 但你很明显的 要他们做的是肺炎相关的研究 所以你有看 他觉得这是被拿去做 跟肺炎相关的研究 可是你的问卷单张 完全没有跟肺炎相关的 文字说明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没有发现这有种 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在里面吗 对这个计划感觉 真的是到底在搞什么 对于这些基层医护来说 他觉得莫名其妙 那第二个 对于彰化这一次 有很多人不是被叫出去吗 叫出去说 这个你居家隔离 那个14天还没有买 没有错 但是呢 彰化县政府卫生局 请你们先出来 到他们指定的医院 去做筛检 那做这筛检里面呢 那个相关的同意书 因为你看哦 他前面是筛检 后面又搭配 又要做抽血 又要做X光等等的 这些难道都没有同意书吗 这些研究计划 你都有事先告诉这一些相关要筛检的人吗 这是一个大问号码 结果呢 你就看到 我们一样看到 这个台大的纪委朱教授 他出示了一份 他所拿到的 关于彰化县 这一次的一份同意书 这个同意书的内容 纪委朱教授的讲法是 你看 彰化县政府新兴传染病防治同意书 这个本人愿意接受 新兴传染病 包括新冠肺炎的检测服务 意思就是跟彰化县的拆检有关 然后里面也提到说 本人同意彰化县卫生局 将本人的检体 送到委托的合约医疗机构进行检验 并提供本人基本资料 以例检验报告核发 然后呢 这下面就是一些问题 问说你有没有症状 然后你有没有得过流感等等的 那纪委朱教授结论是 如果是这一份同意书的话 你拿到任何学术伦理审查 委员会他都不会过 他说彰化县政府 如果这里面有研究计划的话 你应该要先经过 研究的审查 伦理审查委员会先审核 那你审查没有过的话 那你怎么可以做后面的研究 所以这是个大问题 先展后奏了 先展后奏 那纪委朱教授说 你一看这一份 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同意书 等一下 那这个同意书是哪时候出现的 这个同意书呢 应该是今年 彰化县政府呢 在做相关 要这些人去筛检的时候 要他们去签同意的 按照纪委朱教授的说法 然后纪委朱教授呢 他有告诉大家 正常同意书的版本 应该有什么样子 那我们另外拿 这个比如说荣总的一份 这个受试者同意书 当例子来说好了 你如果是一份正式的这个 有办法过 学术如你审查委员会的 同意书的话 他应该要有哪些部分 至少你要有损害的 补偿跟保险吧 这个部分也是 刚刚那一份没看到的 那还有比如说什么呢 像你的检体 从你身上所抽的血等等 存放地点处理方式 你都不要告诉人家吗 这个也要告诉人家吧 甚至最后 还有一个最重要项目是 实验的退出跟终止 这个项目 你也要告诉人家吧 可是你会看到的是 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彰化线所出示的 就是以一般人 他说我有被筛检 但是我被筛检过程里面 我好像没有填到这些资料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如果都没有填到这些资料 那请问一下 这些人有答应过 台大公卫学院 或彰化线政府卫生局 他们要配合做这些研究计划吗 假设没有的话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结果现在呢 各位现在又冒出最新的争议 现在最新的争议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预算到底是 科技部出的钱 台大公卫学院出的钱 彰化线政府出的钱 到底是谁出的钱 要做这个万人血清抗体 加大检测的 这件事情还没有讲清楚 结果今天爆出了一个最新的 就是说有一个劳动部的标案 这个劳动部的标案呢 是彰化线政府卫生局 他说他是帮劳动部代替执行的 这标案要干嘛呢 这标案是要为彰化的移工 去做这个所谓的相关的筛检 一样是要做这个 所谓的武汉肺炎 或是相关的这个抗体的筛检 那结果问题在哪里呢 今天彰化线政府卫生局说 是劳动部委托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 结果劳动部今天跳出来打脸 劳动部说 他是来跟我们申请就业安定基金的 一笔款项要做这件事啊 是你彰化线主动要做 而不是我劳动部委托你带做 然后这里面被人家说 这打脸报告是什么呢 是彰化线政府卫生局说 这个标案 要检验的是要替移工去做筛检 结果呢 后来人家发现 这居家隔离者呢 不是被彰化线政府叫出去筛检吗 他们说他们拿出的爆料筛检报告里面 表示说 奇怪了 他们的他们就是属于 万人血清普筛计划里面这一群人啊 然后这一群人你看 他的这个替检测单位叫做 性品医事检验所 这个性品医事检验所呢 恰巧也是这一次彰化线政府说 他们要做移工筛检这件事情 一样的得标单位 那所以今天就有人提出质疑说 你会不会是把劳动部要拨给你的这一笔钱 预计要拨给你这笔钱 你本来应该是要为移工做的 但是你把它移到了这个所谓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 普筛计划里面去 这里面就显然会不会有挪动的一个嫌疑 所以到今天为止连这个标案的质疑爆发出来了之后呢 显然这个台大工卫学院跟张化县政府卫生局 现在对于整个计划的经费来源的部分 说明都留给外界非常多的疑问 金黄这样子说明下来 其实这整个计划让人觉得是疑点重重 包括经费的部分是不是有移花接木 再来研究目的感觉是不是也鱼目混珠呢 连那个同意书看起来是完全不合格 要请教范老师 就研究的部分你比较了解 有一项计划可以这样子吗 钱在还没有确定之前就可以自己做了 然后搞到最后呢 连这个同意书都是采取这种模拟两可 甚至不合格的情况 那到底这项研究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变成是台大工卫学院内部的一个派系斗争 今天变成是要上台面的 但我们知道学界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各种的门派 同样的领域 不同的老师指导的学生 他会自成一派 那彼此也是互相竞争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三华县的卫生局长叶燕博 他本身是台大工卫的博士 他的指导教授就是前任的台大工卫学院的副院长 这个陈秀希 那陈秀希又跟前任的院长张长全 他们应该说他们三个人是一个team 他们三个人算是一个系统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学乏学乏嘛 学书界当然有一个大佬在前面带着 然后带着下面的研究生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派系 那他们就可以去增标这个研究案 标研究案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这个主持人有主持人的费用 每个月有费用 然后还有协同主持人也有费用 每个月的 等于是额外的薪水 另外我可以派 有下面也聘很多的助理 助理是找自己的学生 一个月可能八九千块 一万多块 学生也很乐意啊 因为学生本来就不用去打工了嘛 一方面帮老师做研究 搞不好还可以把自己的论文给完成了 然后下面还可以去采购各种的用品 还有你的设备等等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是彰化的案子 就好几个案子 第一个 刚刚讲过万人血亲 这是针对武汉肺炎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了 很多人被要求去从外国回来的 在这个隔离14天以内的人 要他们去卫生所 或者是去秀船医院 去做这个所谓的核酸检验的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案子 等于说一个是万人血亲 一个是针对归国者 这两个案子了 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肺结核 又是一个案子 再来我们又看到了 还有一个就是科技部是说 饮食代谢症候群 五个案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看到了 劳动部委托的 可能是六个案子 所以我就搞不懂吗 每一项都可以去申请钱 对 那那个都是百万上千万 百万起跳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那役役部都很怀疑 他这个局长到底是 当局长是他的 不是他的主业 因为他的主业 我看有六个研究案 我们一般一个老师 主持一个研究案 都觉得很吃力了 主持六个研究案 那我就不晓得 他真的是分身乏术 那这个案子本身 因为他又说要对外公布嘛 后来是说临时喊咖 那老师讲 这种研究计划 适合对外公布吗 其实照理来讲 他本来是一万个人筛检 应该是等你全部 都做完结束之后 再来公布 可是他当初在想什么 我认为他们当初 很有自信说 我们一定可以从这个 因为他现在只有三千份 他认为他三千份 以他们学术的自信 认为他们一定可以筛选出 很多洋信出来 然后到时候我一公布之后 陈时中就垮台了 因为陈时中你不愿意普筛 因为我们知道 包含陈秀熙也 人家打击陈时中 包含陈秀熙 张长权 他们这个系统的 他们是普筛派 其实也不是说台大工卫的老师 都认为要普筛 是他们认为要普筛 所以他们就想要用这个方式 来证明 我透过彰化的这个万人 的这个筛选之后 我可以找到这个蛛丝马迹 那就可以证明说 因为你这个 卫福部 你们是陈时中 是一直反对普筛 就变成说你破功了 你破功之后 我把你的这个神 从神台上请下来 当然我不认为 他有政治斗争的目的 他要证明一点 就是说 我说的 我们所主张的是对的 而当如果是要普筛之后的话 那请问一下 那普筛的这些所谓的 这个药厂 或者是塞技的这些厂商 当然是看得很乐见嘛 因为这个是庞大的商业意义 对 当然我没有说 他们这个陈教授跟张院长 他们跟这个厂商 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们没有证据 只是说他们如果 做出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当然对厂商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 陈时中我认为 他今天有点反手为功 因为你们当初一直批评我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当时候 那个张庄陈教授当院长的时候 他常常每个礼拜 你卫福部也在开记者会 我台大公卫也开记者会 很罕见 他们当时针对很多的 政府的一些措施 他们是批评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好像台大公卫 是在跟卫福部打擂台 好像这个张长权这个院长 跟这个陈时中 两个人是 好像是彼此在互相 互相的这个攻防 那其实这个张长权院长 他是今年 其实他应该是要连任的 那他其实按照 我们一般在学校都知道 担任一任院长的时候 要连任其实是很简单 并不难 因为你只要院里面的老师 过半投票通过就可以了 可是他这次竟然没有连任 那没有连任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很多的院的老师 对于张长权的一些 处事风格 或者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内容 并不认同 那特别是因为郑手下 新任的公卫院长 他就说应该是学界讨论 比较适合 那是代表可以不用公布吗 就是说他可以决定说 你这个不适合公布吗 所以你看到清皇刚才已经提到 像那个纪委朱教授 他其实就是茶葫芦风暴 我就相信他会把他们院里面 老师们知道的内幕 慢慢的剖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这位郑手下院长 我不晓得他跟这个张院长 是不是同一个team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想跟这个张长权 他们的这个研究案切割 他就说这个跟我们学院无关 这是他们的研究 然后他就是说 他现在就说 这个预测的是学术界的讨论 不太适合拿出来 但是因为你们当初 张长权他们的team是说 昨天要开记者会 你现在又说回去 拿这个来当做理由 外界不接受嘛 所以你看现在就变成说 陈时中已经出来了 意思是说你就要出来面对 那我觉得郑手下院长 但他现在也要处理也很困难 因为他也不可能命令张长权出来 可是他眼睁睁的看着外界的质疑 那我相信对于台大公卫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就想要明峰姐 怎么样看这个到底这个研究 有没有违法 人家说现在有人去检举了 说违反这个人体研究法 那如果从这样看下来 显然台大公卫学院内部的这个斗争 看起来蛮厉害的 但问题是可以影响到整体国家的防疫政策吗 我觉得那当然不能啦 就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台大公卫所 从防疫以来就不断的有杂音出现 那一直都没有办法整合 然后一直看 看这个指挥中心好像都很不顺眼的感觉 所以说你现在突然说 我大啦啦本来要公布 现在不公布 那指挥中心好像逼你说 你就公布看看嘛 那我是觉得啦 我是觉得说整个国家体系的疫情 是不是要搞到这样子不用吧 那我觉得就说这份报告公布公布 因为有基层医师也说那你不要公布 但是你一定要提供给指挥中心做参考嘛 也许也许这个大家都对于结果 有非常多的推测 那个报告这不公布就是说 其实没有他们想的台湾这么脏 那么那么多的病毒 然后会打自己的脸 所以他们才不公布嘛 那如果你现在衍生到 大家对你的这个所谓 这个钱来源的经费的质疑的时候 我觉得你起码要开个记者会说明 就说你这个研究计划是怎么来的 那你怎么进行的 那你的经费是怎么样来 怎么怎么取得 然后怎样去裁剪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很普通的学术研究 这是可以公开的嘛 那你结果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郑首相所长 说这等你们等整个做完 或是说等学术对自己讨论完之后再公布 那是一回事 可是你现在做的研究计划的方式 跟检采检的这个过程 你是不是应该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你否则的话 大家会质疑你 台湾公卫所是我们台湾 数一数二的公卫学院 第一把交易 对那你因此这样子躲起来 然后弄了那个钱不清楚 然后那个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你觉得对于台湾公卫学院 没有公信力的冲击吗 所以我觉得你 你觉得结果 我们就我们就尊重你们的 这个郑首相的意见 不要暂时不要公布可以 那你们要不要提供给指挥中心 你就看你们自己的良心嘛 那但是如果说 他真的有什么重大发现 不是应该优先提供给指挥中心才对嘛 对啊 就是说我们就揣测嘛 如果你是有重大发现 你一定会很开心出来开记者会 因为我好像缩赢了那个 我已经要战胜指挥中心了 战营的指挥中心 对那所以说这个这个结果 可能不如他们自己预期的 但是好然后我们也不用去接把你们的脸皮通接掉 但是问题是人家当人家质疑你的操守 跟这个钱的来源 跟所谓有没有扯到教育部啊 科技部啊 这些国家经费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躲起来不不说明嘛 那我觉得你整个公 当然这个郑首相想做好人 但是里面的派系 可能他也控制不住 但是整个台大公卫所的代表人物 就是郑首相啊 就是一个人啊 就是一个台大公卫所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台大公卫所 真的应该要开个记者会 出面说明 说清楚钱哪里 然后这个筛 筛记怎么样的使用 你跟这个厂商是怎么谈的 然后你的取得的这个民众的同意书 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清楚讲明白 民众知道是要做这样检查吗 这我希望公卫所可以交代 对的确这项计划 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 现在包括台大方 还有张化县府 都没有办法推卸责任 但我们看到张化县长 王惠美今天早上就说 他表示呢 这个尊重专业 那还有这个正风调查 第一阶段也出炉了 他说是有小瑕疵 但没有违法 那王惠美呢 也再次强调 他会力挺叶燕博 来听他怎么讲 我们尊重台大的 好不好 尊重他们台大的这个意见 王惠美回应 尊重台大的决定 但他也希望报告 可以公开安民心 而先前张化卫生局 替居家隔离的无症状患者筛检 验出武汉肺炎 阳性确诊 遭到中央正风调查 初步结果 陈时中说有小瑕疵 我们静候调查 好不好 静候调查 他是不是还支持 那个力挺我们那个局长 绝对支持我们局长 这么勇于认识 雇我们相信大家的健康 我觉得是力挺我们局长的 好 现在看下来 其实包括台大 还有江华县府 问题很大 来一会儿 怎么看 从这个经费的部分 就可以看出 到底是怎么用的 还是可以这样子 移花接木 然后可以挪用吗 那再来那个同一数 事当中是不是有相当多 违法的市政呢 这个案子看起来就是 可以四个字给他 做一个 不敢说定调 来形容他 不够光明正大 你说在整个防疫的 整个预算里面 这一波疫情里面 全台湾都知道啊 就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开临时会通过的 特别预算啊 那你说在劳动部里面 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就是我们财政委员会审的 你劳动部会用到的 关于疫情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 生活的一个补助金贴 就是因为疫情来了 我工作不顺啊 生活上的一个补贴 还有失业上的一个给付 还有安心就业计划 还有庇护工厂 还有我们特别去提到的说 市脏的那些按摩的 我这怎么想都想不到说 你张话 县政委你怎么摸 会摸到这一笔钱来 真厉害 所以这个不要开玩笑 这个我们财政委员会 这不要几天 我们就可以查得很清楚 你今天不能告诉我说 我要来盖这个市场 然后盖市场以后 然后给你预计核定 给你一笔预算以后 你应该拿去盖这个市场啊 传统市场要整修啊 结果你不是 你不是拿去盖市场 你给我拿说 那个另外那边那条 那个学校好像少了一条冷气 拿去买冷气 你该什么样的科目 什么样的一个支出 你要光明正大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王惠美县长 他刚提到就是 要安张话姓名的心 让张话姓名安心 这都对 但问题是说 上个礼拜跟前一个礼拜 不是这样讲 是他们在乱吧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氛围 是讲说 你看程世忠你在怕什么 塞啊就普塞啊 你不晓得 你们在掩藏什么 甚至于还讲什么 去调查了 说你看我解决不了问题 你们现在就解决吹哨子 前阵都在讲这个 还有前几天还在讲说 那个局长是一个台版的 一个李文亮 所以整个风向改变得很快 你既然你这个台大公卫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 血清的一个研究 一个报告 你说万人的一个筛检 本来让社会大众担心的 就是说不晓得 有没有像我们现在防疫中心讲的 是不是台湾这么的安全 真的全世界都在说战吗 这个如果一公布的话 台湾就破功了吧 对 上个礼拜的氛围是在讲这个 这份报告就讲了 几乎在讲说 不晓得有没有隐匿 好了 现在不是 从前天 从昨天开始就在讲说 好像低于千分之一 好像变成彰化是最安全的 那就公布 我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 所以我说这些计划 它的背后目的到 这让人觉得 也啥都没有 觉得很怪 到底他是想干什么 你说张长权也好 你说这个程秀席也好 还有那个局长 我都敬佩他们的一个专业 只是说你这个要去讲清楚 你说要普筛 跟居家隔离的 大家很清楚 普筛的 他就要认为说 哪需要什么居家隔离 14天还有7天自主隔离 要拼经济 那我们实践下来的结果是 我们是最安全的 你看那个德国汉堡市长 不是出来讲了吗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普筛 到最后整个医疗能量 全部都崩溃掉了 好了 我认为 台大公卫 他们出发点也是良善 他们认为就 不用跟14天 筛一筛 搞不好是阴性 就让他出去了 让他出去了 然后大家可以去拼经济的 他的利益 我觉得也是良善 但重点就是说 防卫其实真的是 防疫其实真的是 要一条边 我们中央防疫中心 不能多头马车 你到现在 说一级开设以后 你按照 整个川南兵防治法的规定 你本来就是要听指挥中心的 那你现在要另立一套 本来国民党的想法 你说他们现在讲说 那个不是江启臣 是张亚萍也好 是啊 你们的讲法是说 你要各县市来联合 你们要组一个叫国民党队 国家队你认为不可信的 国民党队的你才要的 那你就继续啊 那你现在报告做出来以后 你不公布有一个后遗症 不公布大家会觉得说 就做好了 你们头前不是在公克力 没那么安全 没有那么安全 就把它公布出来啊 不是说陈时中要走下神坛吗 那陈时中我又不是神 我又不是在神坛上 我只是在帮大家防疫耶 那好了 你说要戳破他的神话 他也觉得人家 他自己当事人 跟你说说 不然你就公布嘛 要安民心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计划疑点重重啊 是疑点重重 你有没有举了民众的同意吗 那个同意书 到底是违法 有没有违法的行星啊 这个如果行 有一个麻烦 大家到医院去 大家就先抽血 对不对 抽血要检说 你今天是怎么 你火约在这里 拐案 或者说火约在这里 不是抽完血以后 大家看到 某一家医院看到 哎呦这个血 既然有血的话 严肯癌症会不会 给他做试验 然后肺结合拿来验 你什么都可以 给人家拿去验 那开什么玩笑嘛 台湾走到现在 其实很公开 也必须要 任何研究都必须要 非常的一个透明 尤其这种预算 你如果去把它弄成 移发揭幕 对 民众可能也会看不下去 民众绝对没办法 接受这种情形 你给我抽一个血 结果不知道 拿去冲下 特别是背后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那现在呢 彰化线一推二五六吗 来指责 这王贵美的说法是 这个时候原本是说 我负全责 那现在呢 推给台大 我尊重专业 变成这样子吗 没有啦 坦白讲 我个人的立场 也是支持 这个研究结果 应该要尽早公布 那因为既然 你做了这个研究 而且这个经费 是来自于公家单位 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教育部的 还是台大工卫的 还是县府的 这个通通都是公帑 所以坦白讲是有公布的义务 那通财审查也有个期限吧 你不能通财审查 五年十年嘛 那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转弯了 因为他们的院长就说了嘛 那这个学术讨论 是比较适合的啊 不管适不适合 因为国人关心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有应该要公布的必要性啦 那刚才大家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彰化线 现在做了一些 卫生局做了一些检测啦 经费来源是怎么样啦 有没有移花接木啦 有没有歌木不符等等 很简单嘛 我们就请正锋单位 再次调查嘛 正锋再次调查 正锋都可以调查之前 这个这个精准筛检的部分 那这次万能选进 也可以调查嘛 也可以调查嘛 我觉得这个 第一阶段调查出来的 小瑕疵就对了 对啊 现在陈思东说 小瑕疵嘛 甚至他说没有违法 甚至没有脱绪 那为什么要找正锋呢 所以我意思说 不需要妖魔化 假设他哪一点做错了 就针对那个事情 不需要把这个事情 都通通把他拿来说 他这一次找出一个 从美国回来少年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这个事情对台湾社会 对防疫的事情是有功的 不需要妖魔化他 他多做一点 问题是那多做一点 如果是反而造成破口 现在重点是在这里 陈思东也说的 没有破口 甚至没有脱绪 只有一点行政小瑕疵 所以不需要给他妖魔化嘛 没有要妖魔化 问题是那第一阶段 是小瑕疵 问题是第二阶段呢 来美美姐 现在第二阶段 恐怕才是调查的焦点 行政上有没有疏失 还有这个包括 他经费确实让我们觉得 有点不明 对不对 你不找正锋 不然你找谁啊 这些是最客气的啦 也是因为找了正锋 才会说 基本上看起来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没有什么违法脱绪的问题 但是有小瑕疵 第二阶段 是要查彰化线的卫生局 好 其实第一阶段 你就看到小瑕疵在哪里 很简单嘛 不是有好多人出来 现身说法说 他离开了居所地半个小时 就接到 其实应该是中央下来的简讯说 你已经离开你的居家 检疫范围了 可是but 对不起 彰化线卫生局呢 你有联络吗 好像是没有 在其他的县市都马上 地方的警察是不是很紧张 就开始找 为什么独独在彰化没有 检查了1500个 有多少个1500个 可能的移动的破口 有没有想过 那为什么彰化线会这样 是不是彰化线政府 跟警政单位说 这就要居家检疫 要出去检查 你们就不用紧张 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要搞清楚啊 所以 如果今天 没有造成扩散感染 那是天佑台湾 也没有人妖魔化 叶燕博啊 但是问题是 陈神中第一时间被妖魔化啊 阵风单位被叫做东厂啊 叶燕博被叫做台版李文亮啊 那如果不是有现出来现身说法 大家照说这么离谱 包括这移动的过程 根本就你自己去了 然后医院没有症状可以 才能 有症状才能裁剪 那医院为什么没症状可以裁剪 还有人是护理师直接塞了 医生才出来 这都违反程序 秀传医院要不要出来讲 你们怎么报公家费用 你们怎么写病例的 大家听了觉得很荒唐 风向才开始转耶 否则我今天要讲哦 可能是陈时中变成李文亮 台版李文亮啊 他已经第一时间被打爆了 王卫美是什么态度 我若从很善意的角度来看 也许是公卫学者认为说 理论跟现实 我要做个联系起来 我要来证明 这个血清抗体的筛减 这个才能看到台湾 比如说分布的情形 感染源这些 我都认为他本意是好的 可是良善的本意 策略途径上面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嘛 第一你们公卫学院内部人 都有不同的意见嘛 为什么你不寻正常的程序 照道理说要先经过同财审查 要先经过伦理审查 你为什么没有 然后照道理说也没有人在做什么其中报告的吧 应该是说就像现在的院长讲的 你期刊接受了 如果说期刊接受那表示说一定的 大家认为是一个质量非常好 那也通过伦理审查了 没问题嘛 期刊才会接受 你再来做公布就更有公信力 那包括里面其实院内的教授 也有人是认为说 也是说惨白的 台湾因为盛行比率太低 所以陈副总统有讲 那可能误差率会很高 你一讲可能听到数据 大家就怕死了 所以里面也有教授会认为说 那是不是应该呢 这个就在院里头 这学术讨论 真的有很好的意见 你就提供给这个 疫情指挥中心来做决策就好了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问题出在讲 你们之前就敲锣打鼓很大声 8月25号要公布 对不对 大家就想万人很期待 对不对 之前你看好棒棒 我们抓到了一个 这个没有症状 可是被确诊的 你你你你 雷打的那么大 你突然举回去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陈思忠说 不然你跟大众说明 为什么 因为看到有媒体又开始在那边做文章说 哦 绿营的来施压了 哦 高层施压了 所以不敢公布 那你既然已经造成社会上说 到底是里面有什么我哥啊 那你恐怕你必须 你就算不公布 你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公布 原因要说的非常清楚 以安民心 对 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彰化县政府真的是 问题也蛮大的 这里面 当然我们看到的 你费用可以这样子吗 移花接木吗 你单单移工那事情是移花接木 还有先上车候补票 我先干了 对不对 先做了 对先做了再说 对不对 还有叶燕博 你看他自己的筛检学会 也在他的卫生局里面 对那开会 是不是无法无天 对开会也是这样 然后包括收发也是用同个地址 对啊 那当然大家会认为说 那这有没有假工技师之险 那更糟糕的是 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 我都不用往那个方向想 我其实之前就有听说 就说 有几个大的筛技公司在后面 好那我不知道真假 所以我也不敢对外说 那但是有医生曾经在电视上说 哎呦那个筛技进口了一大堆 那因为台湾筛的少 那是不是因为要这样 所以就刚好就 混合在一起 因为大家也发现说 做移工的跟那个万人水星的都一样 都同一家筛技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说本来是良善的 想要厘清这个疾病的状况 分布病毒分布的状况 起源的研究 那如果说被这些我们不太清楚的东西 包括可能后面有筛技利益的问题 如果会被人家联想在一起就很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台大公卫学院 还有彰化县政府 恐怕都必须出来讲清楚 OK 好再来关心国民党一直鼓吹普筛 甚至要串联十四县市加入 那前卫生署长还说 难道普筛的国家都是傻瓜吗 那陈时中就说了 他很不解为什么做的好的人 要去学失败的人呢 来听陈时中谈话 杨真良跟叶欣赛在讲的句话好好 他说其他国家是不是都笨蛋了 他们都在做这种普筛 广筛 入境筛 很多筛 那其他国家是笨蛋我筛不可能讲 不过他们确实的情况就比我们差了 我实在是想不懂那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做的好的人 要去学做失败的情况 那不可能嘛 他们说现在因为这样做 所以他们比台湾更成功 那可能就大家想 那到底你要怎么做的 那是不是有借鉴之处 但是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 所以泰国他要维持到 我们的两倍左右的情况 那其他都是我们上百倍 上千倍的一些情形 那台湾有需要去冒这个险吗 好我们看到这是蓝营的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说了 难道普筛的国家是傻瓜 是笨蛋吗 如果从结果论来看不是如此吗 我们看到陈时中就讲了 他不敢讲是不是笨蛋 但是你做的好的人 为什么要去学失败的人呢 那再来最新消息 德国取消入境普筛了 他们就改为十四天的隔离 所以因为他们自己的实验室检验 就已经达到极限 可能要崩溃了 所以看起来德国是不是也在学台湾呢 敏凤姐怎么样看 那现在这些蓝营的卫生局长好了 他就是不相信台湾做的好就是了 是不是基于这种心态呢 我觉得叶金专跟杨志良讲说 难道普筛的国家都是傻瓜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 本来就开始有人就讲说要普筛 然后有人就用隔离了十四天 那谁好谁坏 刚开始都不知道 可是你现在不是已经证明说 比较做十四天隔离的人是成功的吗 然后入境普筛的就是反而是像日本 或是那些国家就更来更严重嘛 那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当然不是傻瓜 他们当时也有一套理论 在执行所谓的入境普筛 可是当你这个理论被实践之后是错误的时候 那他们他们不叫傻瓜 他们就要修正嘛 譬如说德国就要修正啊 那你叶金专跟杨志良 也应该要修正嘛 你自己是工卫 工卫跟这个卫生署的署长 那你你的这个卫生的资讯 应该很熟很很清楚啊 那世界普遍上面 对于这个入境普筛跟隔离十四天 现在目前都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了嘛 熟优熟劣 这个当然大家都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准则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还在讲说 难道普筛国家都是傻瓜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会被陈志中骂死了啊 那因为陈志中他现在坚持这个隔离十四天 中间过程也很为难啊 因为中间的不断的 有人就要求普筛怎样 怎样一直指责这个陈志中 包括医界的人 包括医界人也对陈志中 你他觉得他出身牙医 不懂得这个感染医学 或是不懂得公卫的东西 所以呢他就是要坚持隔离十四天 然后不做普筛 那医师骂陈志中也不少啊 可是你现在挺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真的就是陈志中 还有陈志中后面整个国家团队 在防疫上面是正确的呢 如果是正确的 我觉得以叶金川跟杨志良 在这个疫情的初期 蛮支持这个整个政府的疫情政策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可以讲公道话嘛 14天入境14天是正确的角色 对有效的办法 那我觉得这个国民党这些人就是很奇怪啦 那有人说这个是这个张亚萍不小心讲的 然后不是党中央的意见 那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像国民党啊 像这种人 我都没有看到国民党中央公开表示 这个不是他们的意见 或是指责这个人不要乱讲话等等 那你造成国民党好像在防疫的时候 不断的给中央政府出难题 然后出难题之后你又不会解决 那所以说我觉得就说 为什么这个政府的民调维持到这么高 这个520之后蔡英文民调还创第二次的新高 就比如说整个防疫政策走下去 得到民众很大的认同嘛 那你国民党真的我觉得你就是串联普渡好了 我觉得普渡 对因为我觉得普渡也可以蛮吸引人心的 大家现在鬼越大家就觉得 应该要去拜拜 要安定人心嘛 对应该去拜拜嘛 那我防疫上面插不上手 那我至少拜鬼神啊 然后这个可以帮人民祈福啊 这也差不多也很好嘛 所以说国民党就像马英九 你每天发声明谴责马英九啊 马英九只是为保自己的地位而已 那是什么 所以朱立伦到现在你看朱立伦他现在都不动啊 他乖乖的 他除了第一次这个防疫的初期有讲错一次话之后 他完全就没有在所谓的跟中央做逆时中的这个谈话了 所以我觉得说当然不要说这个什么指挥中心都是专制的在做疫情或怎么样 也是也要经过很多的考量嘛 你也可以提出意见 可是你那种集体串联是14县市这样东西 我问你这样子是不是在抵抗 是不是在抗争 是不是在做政治抗争 如果你不是做政治抗争的话 那你干嘛要联合在一起呢 因为各个县市有各个县市的条件 为什么一定要串联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疫情中间 最讨厌的是政治 政治的这个防疫啊 然后口水战这些 然后我觉得七月普渡一定是要的 是 如果真要安民心 现在就疫情来看 那显然这隔离的政策是比普筛要更好 我们要这个继续请叫来自第一线的 这个整合科医师江冠宇医师 怎么样看待现在有人一直在吵普筛 那显然这个从这个结果论来看 那显然是隔离比较有效 那我们看到是不是连德国也都在学习台湾的防疫政策 那刚刚前面有讲说 那普筛有效还是隔离有效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看啦 应该是说 它我们向对付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如果说它我们说一塞下去 它马上就就曝光 没有什么未阳未阴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是普筛一下就好 但是这个敌人它是什么样子的敌人 它比较像是银武者你塞下去对不对 那还是有很多的未阴性 那但是我们就会说如果今天塞下去人性上嘛 如果我是阴性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觉得说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一起居家检疫 14天是不是就会漏 这就是别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对那不管说是德国啦 或者是其他国家等等 那他们就是因为塞 他们就是因为说有曾经有尝试去做普筛 然后有漏掉一些人 因为每个检测工具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血绿的问题 对 卫阳卫阳 你说普筛下去 你该国家的实验室能否负担 那个是一个问题 像那个台湾的话 它目前实验室一天只能负担四千 我记得是四千多件嘛 那一塞下去实验室 我们还是用PCR 它会花上一到两天 那实验室能量就耗损啦 然后第二个 那你还是会漏掉一些 因为我阴性 我为什么要措施要跟你们一样 那你就漏掉 就破功了嘛 对 台湾目前的 台湾目前的策略是什么 不是说普筛和隔离 而是说我做通杀 我不管怎么样 你有旅游使者 我就是全部都居家检疫 对啊 那就是做到滴水不漏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十四天不打折 李教授我说十四天不可以打折 因为就这个病毒的形态 他到第七天通常感染 就算你是无症状 或是说你是潜伏期 通常都是到第七天 病毒的量到高峰 也就是说你的感染力到第七天为高峰 那大家到第二周的时候 那感染力就没有了 当然你还是会验 你还是会验得到 后期你可能验得到 那那个什么美国少年到第十天 验出来 那个到底他的病毒的活性 是到怎么样 那病毒可能是慢慢 第十天可能还有点保守 因为第十天可能还略有点感染力 略有感染力 但是通常都到第十四天了 那就算说我们验到 验得到是那个病毒的尸体 就算快篩也是一样 也是验到病毒的尸体 那但是不代表他有感染力 这之前什么比利时工程师 那些都验有 但是那都是尸体而已 对 那我们这些把确保 他没有感染力的时候 再把它放出来 那这就来说我通杀嘛 即便说你可能真的是 我们不能够说没有 但是至少我们放出来的 至少就确定是没有感染力 不会造成危险 这话说他塞到那一个 好像感觉上终于抓到 这个我就要讲 我觉得他不公布阳性率的数字 这个是不对的啦 你真的 你真的是针对说 我们应该是 不管是哪一个国际组织 或者说当地政府 最重要是说 我在公布疫情状况的时候 我也要安民心 不知道台湾为什么成立指挥中心 那你要公布数字 你就要有个效果 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是平心 近期就是这个 不是说这个有这个 这个有 那我要怎么样有理性的去讲说 这到底是有意义的 这是真的很危险 还是说这是不危险 那我们就要看 危险性 危险率 通常这个PCR检测 它的危险性大概就是 1%或2嘛 假设你收了3000件 如果说我 我危险性就是 那危险性大概就几件 30件 顶多就是60件以内 对不对 如果你公布的数字是60件以内 那搞不好还是 危险性的还比较多 那这样子有意义吗 就没有 可是他现在有没有公布 就我手上好像还没公布啦 对 那这样子好像就不太对 反正是你 讲这种说有 但是你又不公布说 有没有超过危险性 需要专家去访问 需要专家去关心的比例 又没有讲 那这样子其实 是不是会造成另外的恐惧的效果 我觉得是这样 那这样是因为 你有在第一线做裁检过吗 对 对 那你实际的了解 现在的疫情到底怎么 一般的民众是真的很恐慌吗 一般的民众 其实现在是因为说 台湾的防疫成绩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民众其实是心里是觉得是还OK啦 那当然就是说有些是有旅游使进来 他们也会说 哎 有点害 他们也是说认为后来会居家隔离 然后居家隔离出来之后 也会遭到一些有或多或少的歧视啦 这个是后面的事情 但是他们还是会自动愿意去做筛检 我遇到的都是这样 那至少在第一线现场 就是我们把发烧站往外推 不在急诊室里面 那我们都是隔离的那个装置 都防护好 那才对疑似的个案去做筛检 那你怎么看那个台大万人 这个血清检验报告 原本说要公布 后来说没有啦 那就你的这个研判好了啦 这到底他们的这个研究的结果 跟我们现在一般觉得 疫情还好的情况下 会有很大的落差吗 我觉得他们不公布数字 我也没办法下评论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安民心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你就是公布数字 让大家去公布出来 我刚刚讲的最重要是你的 你的那个阳性率 有没有超过这个检测工具的 未阳性比例 这个疾病就是 我看起来就没有症状 你塞起来是阴性 不代表他之后还会是阴性啦 对啊 那你就是要等他感染力 我们抓到他的生态 是说感染力在14天之后 大部分都是没有的 既然你就要抓住他这个特性 你为什么就不做这样的措施 你就通杀嘛 对啊 OK好 所以这个江医师跟我们说明了 这个所谓的普筛啦 其实最主要就是准确率嘛 现在你看起来是阴性 不代表你之后也是阴性啊 那现在兰茵就吵着说要普筛啊 来一会儿怎么看 这个包括就说 因为是张亚平说嘛 我还怎么联合这个14县市 后来才发现 哇其实这些14县市 并不是江启臣叫得动打 甚至江启臣现在陷入那种 令不出党中央的危机吗 国民党这个 前副秘书长张亚平 他当然在国民党内 算是一个很杰出的 政治工作者 可是呢 他这个判断的一个前提 有一点就变成说跟现状不符合 这个议题让他打下去啊 如果真的让他烧起来的话 你不要小看 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议题 那是还好 我们台湾整个防疫 这一次踩一条边 中央指挥中心是一批公卫学者 还有这些专家 大家都是专家中的一个专家 这个也倒不是城市中一个人说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你注意去看就是说 这一次以国民党本来他们的想法 就是说全部都是普筛 然后第一个挑出来的 你看杨志良也好 还有叶金庄也好 他们专部专家 他们当然也算是专家 可是重点就是说 城市中在跟他们讲 对外在讲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的做法会有所不同 你说德国是笨吗 德国他当然也不笨 可是他踩普筛以后 他为什么要喊停 他觉得他受不了了 普筛绝对是一种办法 就像刚刚一直讲的是这种办法 可是我们现在踩的是 你只要进来 我就是给你居家隔离14天 把你隔离14天以后 到你那个就算你有 你那个病毒都没有传染力了 这以现在来看的话 城市中才会这样甘苦白白讲 我做得这么成功 你叫我放弃 叫我去学那个失败 这句话国人同胞听进去了 一个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向国人诉求说 不是我做不好 我现在给你做得这么好 你们真的别人跟他建议说 做好的别人在恶人 我们现在做这个好的 给他担掉 看上去失败 好了 这个其实国民党可以打一通电话 给那个汉堡市长 德国汉堡市长 你去问问 你不是都要普筛啊 我现在国民党要主党普筛 你现在没有台无级 你现在跟我们喊停 还我们在这边都没有闻转 可以去问看看 人家别的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他当然的想法就是我刚讲的 普筛筛出来以后 没有 没有你就跑跑了 没有关系嘛 我们也期待啊 其实大家想的是根本也不是普筛 大家希望的是疫苗赶快出来 煮了之后 都没事情 那无敌铁金刚呢 你病毒我今天就不怕你了 可是问题是说 每一个国家防疫的一个阶段 它有它的一个政策 你像比如说 各国的一个疫情 那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就看美国看印度 他们的状况你看 他们刚开始也是一直塞塞 越塞 你看它带来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现在啊 所以每一个国家 它在针对这一波疫情的时候 它的情况不同 它的量能不同 它采的策略也会有不同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那个国民党或者说 杨志良跟叶金川 他们应该仔细去想一下 现在不是别的国家 是不是傻瓜的问题 是别的国家也已经在改变 它原来的防疫的一个政策 除非你说认为说 你程时中你当这个指挥官 你把整个台湾的疫情 搞得一塌糊涂 那当然你可以来要求说 普筛普筛普筛 这个民众就听下去了 可是重点你现在是 全世界在跟我们赫路 我们的民众 也暂性 你真的要跟程时中打破 还好 还好程时中干这个指挥官 把台湾的疫情控制得这么好 你现在不是 你国民党现在挑出来主张 不可能这样 我们就够县市来串联 串联开后要求普筛 不要跟民众都冲倒变的 好啦 德国现在要取消普筛了 他也要改那个路径隔离 居家检疫14天了 越多国家来向我们学习 那我们应该庆幸说 我们的防疫的一个方式 以目前来讲是对的 除非有一天你发现说 不对哦 情况在改变哦 学者专家赶快开个会哦 也有人主张是普筛派的哦 普筛没有必要把它妖魔化 可是问题是说 你现在好好的 你一讲说来普筛 结果全世界跟人家走回头路 人家不要的 或者失败的 我们要去学 不通不通 来 范老师 所以呢 蓝营是不是打错议题 特别说 是不是不相信 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好 可以做到领先全球的这种地步呢 在这次武汉肺炎的这个防疫上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一方面歪楼了 一方面他没有任何得分 而且还失分 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 当然叶金川杨志良 有他的公位的专业 我们尊重 那他们在那是一个普筛的一个立场 当然陈时中是反对普筛的 可是因为陈时中的防疫太成功了 民调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 九十几 九十几啊 这个是用北韩金正恩才有的民调啊 对 那表示全民都支持 他们现在却为了要逆时中 或者想要把 吭时中 想要让他破功 那我觉得这就有政治的算计在里面了 那加上他们后来跟 像这个支持普筛的 像是张化县的这个卫生局长叶燕博 台大的这个工位系的教授 陈秀熙还有在常全他们 大概他们的意见都是同样的 我不想 我并不是说国民党跟 这个台大工位这些学者有连结 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后来发生的这个 Case 485的这个弱阳性 但是这个弱阳性呢 他是经过了1470个人才三选出一个弱阳性 表示其实这个样的一个筛选 他的投资报首率是很低的 效果很有限嘛 所以我们要花 如果我们真的要普筛 我们要花多少钱去这个经费 还有我们的医院可能难以负担 所以陈时中才讲 如果真的普筛的话 我们整个医疗系统会整个溃散掉 所以我觉得民众是听得进去的 那而且我们看到了 现在这么多所谓普筛的国家 美国也好 香港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都是失控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开始 用打这个普筛牌 想要对抗陈时中 后来看 我们看到第一个 这个是失败的 那再来第二个 就是后来发现的这个 陈时中要用这个阵风 要去调查彰化县的卫生局 一开始 国民党就说 怎么用阵风 白色恐怖 这个用这个情治单位 来打击这个防疫人员 打击防疫士气 不可否认 一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8月18号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的民意民调 根据这个思维策略这家公司 他们看当时这个网路的 这个整个舆论 8月18号的时候 反对用阵风介入是 84.21% 很高 因为大家一开始就觉得说 怎么怎么 因为8月18号刚好是 陈时中说要用阵风去查 所以一开始的民意是反对 可是根据大家抽丝剥茧之后 8月20号 反对的剩下3.92% 从84%变成3%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81%的翻转 因为大家发觉 不是那回事嘛 大家发觉有很多问题嘛 武汉肺炎这件事情 国民党现在 还敢说阵风有问题吗 不敢啊 因为现在看起来 搞不好连减调都要介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 昨天做的民调 蔡英文现在的支持度是 65.8% 已经创下他就任 当选以来的第二高 苏贞昌的 这个也是63%的支持度 不妨多让 民进党现在的政党支持度 民进党是41.3% 国民党剩下17.8%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再继续 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 在那边找查 或者提出一些 不具建设性的批评 马英九如果还在那边 不断的在谈的九二共识 不断的唱衰国军 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可能会更低 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第一个 就被马英九给绑架了 请问一下 马英九讲这些话 江启臣没有声音 朱立伦没有声音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今天如果国民党被马英九 还有这些 什么在批评这个 防疫的这些事情 被绑架之后 而群龙无首 那我觉得国民党 接下来他的发展 会面临到更多 怎么看 所以这个国民党 是不是打错议题 打这种普筛 那所以人家说 你们要这个 这个联合普筛 不如联合普渡 但普渡一下 先普渡一下自己 我们没有要打 作为一个在野党 我们当然有责任监督政府 把这个防疫工作做最好 所以我反对一个论点 就是说国民党 好像处处在扯后腿 然后陈时中 这个民调高了九十几 然后你们现在还在 这个这个作乱等等 这实在是逻辑是矛盾的 陈时中民调会百分九几 难道不是南营的支持者 去支持他的吗 不然怎么到九十几 所以我意思是一码归一码 真正中做得好 我们当然支持 我在节目上也公开称赞过他 但是有一些防疫的工作 不管是国民党或外界 觉得说可以做更多 可以做更好 那当然我们要提出我们的建言 刚好主持人特别讲说 是啊 你从结果论来看 台湾就是比较好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这个逻辑是这样 如果大家支持 那就不应该去指责叶彦博了 结果很好 不是找出案485吗 你从结果论来看 就是如此吗 你自己自主张跑去做补筛 怎么会 你要从结果论就这样 而且陈时中都已经说 第一阶段调查 没有违法 只有一些小瑕疵 那如果因为一个小瑕疵 我们防堵了一个 有可能防疫的破口 那非常值得 那再来我要讲 刚刚特别指教德国的例子 如果去了解一下 德国呢 他是因为检验能量不足 所以他现在要改选意测 对 那这个德国 所以说对于台湾而言 刚才这个我们医师也讲了 我们现在的检验能量 一天大概是5000 我还有听到一个数字6000多 好anyway就算5000 我们入境现在一天多少 1000多 所以我们的防疫能量是够的 那入境普筛 跟14天 医护是不够忙就对 很闲就可以 可以多做检测 这不是忙不忙 是为了防疫 就是说入境普筛 跟检疫14天 这个是不是相违背的 不一定 你看泰国的例子 这是詹长权教授写的文章 泰国目前的作法是什么 两者并行 他在入境 所有入境者 不需要14天 他们是在检疫旅馆 检疫14天 同时在第三天跟第11天 要做採检 他们要採检两次 所以说这样做成一个 比较防疫 比较完善的措施 对 我坦白讲 现在我们做得很好 可是大家都未雨绸缪 下一阶段 尤其到了秋冬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爆发更严重了 所以大家都会为这件事 不要不需要把 在野党或其他 不管是学者 或其他阵营的人 只要提出一些建议 就说这有政治目的 是要打 是要来故意再扯后腿 我觉得这不公平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刚好大家亏我们说 你个普筛不如普度 我坦白讲 不管是阴间或人间 妖魔鬼怪了很多 我如果 不要说国民党 大家民间 如果要对这个 要做个普度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坏事 妖魔鬼怪很多 但是病毒更可怕 来江医师要补充 德国都改学以上 所以现在是说要并行 还是说其实主要还是在隔离 我觉得公共卫生上 有个很重要的议题 不是说我们 the more the better 就是说做越多越好 其实不是这样 那是因为以一个族群 我国家战略资源来来看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花钱 我就是说好像健保 健保好像是个水库 那我就是尽可能 就最基本的投资上 希望能够把国民健康 做到最好 那今天这个筛检 还是说要做 全面的居家检疫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在有限的资源 之下 那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为主 那可以把整个品质 提升到最好 这个是一个 对 那刚刚有讲过就是 我们其实筛检 同一个人不是只有筛检 一套而已啊 可能我们的有些是分串分丢下两套 甚至在更严格一点 很多地方都是三套 那甚至说有些医院 有些医师自己是比较小心的 他觉得这些病人没有旅游死的症状 好像有点像 他这种也会再下去筛检一下 其实这些筛检量都是有点暴力 他没有出现在 一直都有在做筛检 医院之内他会比较小心 那兰云他们说 好像筛检量没那么多 意思说你们不够忙 可以继续再筛 可以多筛 是这样子吗 其实就是要小心 我们的实验室能量 我们的P2的实验室 其实没有降比过这么多 那连德国都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应该要更小心 我们的能量 今天非常好是14天之后 你既然就没有传染力 那不是已经最好的方式吗 我们是资优班的 为什么要去学放流班的 我不客气的讲 第二个 我觉得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杨志良 叶金川这些人当过卫生署长 他居然说什么 他说可以用筛检来缩短居家检疫 你没有看到冰岛的例子吗 你没有看到英国的例子吗 你没有看到很多国家的例子吗 防疫中央上下一条星作战 当然中央可以广开言论 也应该要多听 但是千万也不要 尤其当过卫生署长的 讲一些人家 已经证明失败的例子 然后他要求台湾说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好 再来关心马英九 最近频频对蔡总统开炮 那承认马总统竞选总部发言人的 媒体人蔡世平 他在脸书上呼吁 马英九别再沉溺于九二共识 也不要有回国党主席的念头 想想为了你主流民意越来越远 谢谢 左边 左边 近来前总统马英九 旅旅因为两岸路线 与蔡总统隔空搏火 让行政院长苏贞昌听不下去 就连过去在2008年 承认他竞选总部发言人的 资深媒体人蔡世平 也实在按捺不住 跳出来发声 蔡世平脸书上批评 非常不愿意看到 现任总统在争议性的问题上 有太多表态 就会让现任总统失去高度 变成党派化 蔡世平语重心肠 看到外界解读 马英九之所以屡屡站在第一线 抨击蔡政府 是有意回国党主席 甚至2024 他极力劝阻马英九 我认为马英九前总统 千万不要有任何回国的念头 好我们看到马英九最近的炮火四射 很多人说看不下去 现在是连蓝营自己人 也包括马英九过去的发言人 是不是也都看不下去呢 来我们看到 这个包括蔡总统他就说了 你卑躬趋势不能换来和平 赖清德也说马英九不应该活在过去 制造恐慌比这个战争还要恐怖 那再来苏文昌有说 你对不起台湾人这个后代 然后蔡世平就说 你不要再沉溺于九二共识 而且你失去了一个卸任总统的高度 先讲清皇 到底马英九是什么样的心态 因为感觉很不寻常 蔡英文总统 刚以最高票连任八百一十七万票 怎么他完全看不见 这个时候一直在炮打蔡英文 感觉这动作非常奇怪 对于马英九的这些动作 现在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说 马英九觉得在国民党党内 现在论述可能会抛弃 他过去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 要讲话声音越大越好 要大到让国民党没办法忽视他的声音 然后要把他的声音让国民党人都听得见 这是一种说法 那第二种说法呢 在企业圈里面也有人讲说 马英九可能要选2024的总统 那所以呢 他这个时间当然要跳出来 让你知道他的两岸论述是什么 但不管这两种哪一个是真的 至少我们现在确定了一件事情 马英九现在的大动作 而且是要逼我们蔡英文总统 承认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现在最高兴的是谁呢 现在最高兴的叫做中国的大外宣 叫做共产党的大外宣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几篇文章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台湾现在在报道 跟马英九总统主张有关 最多的大概很高兴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了吧 他们的官媒们 我们看这是台海网的报道 台海网的报道上面写呢 各位可以看标题 不只马英九岛内大咖 一同吹响反战旋律 这样的报道方式 我就觉得妙了 为什么呢 他上面写吹响反战旋律 但我们要问呢 现在整天来军机绕台 军舰绕台 然后这不就是中国在做的事情吗 那一直不断的在威压台湾 欺负台湾 不就是中国在做的事情吗 那反战旋律是说 我们之前难道都不能对 中国这反抗的动作 是我们就要趴在地上 让你们踹 让你们打 这样才叫做 不会抵抗反战旋律吗 这个反战旋律四个字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好像是这个马前总统现在告诉我们的 你要九二共事 你不要反抗 这样才能够配合叫做反战 这讲法很奇怪 那第二个我们看这篇文章 马英九再向蔡英文 为利益抛弃九二共事 只是自私政客 意思就是只要抛弃九二共事 不讲九二共事 就是自私政客 所以在台湾 各位可以看看 按照中共的定义 台湾现在只要不要九二共事 你们都是自私政客啦 可是我们知道的是 去年一月二号 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 已经告诉大家 他把九二共事 变成后面接的叫做 深度探索一国两制新方案 九二共事是一国两制 所以共产党的官媒 现在告诉你说 抛弃九二共事 他的真正的本意是说 你们抛弃一国两制 你们就是自私政客 难道我们台湾要接受一国两制吗 按照中国官媒的说法 你不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吗 马英九的讲话 让官媒们都兴奋起来了呢 再看第三篇来看 第三篇 一样是中国官媒的文章 上面写着 吴敦义停马英九 怒呛蔡英文口出恶言 没风度 那为什么口出恶言 没风度呢 下面告诉你 他说这个 吴敦义认为说 蔡英文讲 卑躬屈膝的说法呢 这就叫做 口出恶言 没风度啦 我请问各位 蔡英文总统在讲 卑躬屈膝是针对马英九来的吗 显然不是嘛 我们看蔡总统的原文 蔡总统脸书的原文写得非常清楚 告诉观众朋友讲一遍 他写 受人民付托的国家领导人 千万不能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为在主权议题上面 卑躬屈膝 或是对民主价值不坑一声 就能换来所谓的和平 所以显然蔡英文总统的卑躬屈膝 指的是说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不能够有这样的幻想 他没有特别要骂马英九啊 那为什么吴敦义要帮马英九 对号入座 认为卑躬屈膝 就是在讲马英九呢 而且不但这样讲 而且还说这个怎么讲 让对岸的官媒来大做文章 然后骂我们蔡总统没风度 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没同唱和吗 对 所以你会发现对于马前总统讲的话 现在唱和最高兴的 就是中国的大外宣 就是中国的官媒嘛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马前总统还告诉大家说 他从来没有卑躬屈膝 他跟中国跟习近平 都是平起平坐 好了 我们只讲一件事情 什么叫平起平坐 什么叫卑躬屈膝啊 我们在讲上权入国的时候呢 指着从来不是 你跟对方的座位安排好吗 你跟对方就算平起平坐 你手上牵下来东西 都有可能怎么样 会卑躬屈膝上权入国嘛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当年清朝政府 最卑躬屈膝 最上权入国的是什么 就是签马关条约嘛 甲午战争打输了嘛 那你知道中国负责 去跟日本谈判的 那一位叫李鸿章 李鸿章到日本 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谈判的时候 他难道他的姿势 是卑躬屈膝吗 他没有平起平坐吗 我告诉你哦 他平起平坐哦 你可以看他历史的画面哦 李鸿章坐在这边 日本官员坐在这一排 李鸿章跟日本的首相 也是平起平坐哦 但平起平坐 手上签的是什么 上权入国的条约嘛 日本对他多好啊 请他住在好的饭店 这个春帆楼 请他吃当地的特产河豚 然后还帮他准备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叫谈渝啦 让李鸿章可以吐谈用 他帮他准备的这么好 跟你平起平坐 但是手上签的东西 就是上权入国嘛 然后最后我们要讲 这里面让各位觉得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是马前总统竟然告诉我们说 这个坏人讲话 讲谎话讲多了 但不代表他永远都不会说诚实的话 但大家要注意的是 现在马总统自己都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常讲谎话的坏人 但是这个人呢 他去年跟今年 他都在做背弃信诺的事情 背弃信诺的事情 就是背弃 中国对英国的中英联合声明 他们当初中英联合声明 签1984年签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香港50年不变 马照跑舞照跳 结果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才23年 22年的时间 香港一切都变了 然后呢 香港不但变了 中国的官员还告诉你说 哎呀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只是一份过时的历史文件 讲完之后 中国的官媒 央视又出来告诉你说 这个过气了 这不存在现实里面 面对这样一个 马上可以翻脸不认人 而且今年跟去年 才同时背弃信诺的人 你竟然可以告诉我们老百姓说 这个人也有可以相信的时候 那你问问看 全台湾的民众 谁吞得下去呢 对的确 金黄把这个马英九 比成了李鸿章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丧权入国呢 对中国极度的信任 还期待他能够讲实话吗 但台湾人能够相信吗 特别是马英九 最近这么大动作 是不是也选得不寻常呢 魏环怎么看 现在没有要选举啊 那老实讲 马英九这么的积极 这么的抢戏 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其实在马英九 他的个人的一个主观的 政治上的 对两岸之间的看法 国人同胞都非常清楚 马英九其实你 把他挑白了 他就是一个大统派 你说从他过去的 主政八年里面 他现在最津津乐道的 就是九二共识 他认为你看 有了九二共识 多少路客到台湾 可是他忘记了 他主政八年 有了九二共识 中共对台湾的飞弹 从来没有少过一颗啊 你老公还没事 你老公还没人 你老公在胸头上 你老公还没人